我们今天传讲第二堂的信息还是更美的家乡 所以当我们传这样的信息的时候 我们还是来读到这段经文在西伯来书 在西伯来书第十一章 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 西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十六节 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 所以神为成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之 因为他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这座城呢是在天上的 所以我们更美的家乡是在未来的天上 我昨天讲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是短暂的 我们从中国来我们的家乡很美 不管多美现在已经告别它了 我们又来到美国旧金山 这是全世界认为人类最适合居住的地方 当然是差不多全世界房子最贵的地方 不管怎么样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更美的地方 可是我们有一天还会离开 有一天我们要离开这里去天家 那个是最美的家乡 而我们今天传讲的不仅是天上的一个更美的家乡 我们传讲的第一上神为我们预备的一座城 叫做教会 叫做教会 神为我们所预备的 神的儿女的家乡 属灵的家园 就是教会 不管你走到世界各地 你都会找到神的教会 那里就是你接纳你的地方 也是你可以在你成长的地方 我们今天还是讲教会 我们佛罗华教会在2003年在华盛东开始的第一间教会 我那时候信主服侍主的时候在台湾人的教会 我记得我当年服侍的教会90%是台湾人 那时候没有多少大陆人 差不多是七八年前 那个时候中国大陆系主的并不多 潮道人也不多 我在那个教会里服侍 我们教会都是台湾人 都是讲台湾格语的那个本省人 台湾格语 台湾格语跟大陆格语不太一样的 我这里有讲台湾格语的人 我知道啊 我一讲他们都听得懂 笑 所以扶持这些定用证明 我对于我们中国大陆的路者来说 是蛮轻松的 因为他们太承受了 他们太好的生命 那时候我很年轻很小 刚刚扶持主 愣头轻一个 所以教会里面 一段时候你处理得不好 一处理不好 就有人请我吃饭 那你感谢主 这些老弟兄老姐妹就请你吃饭了 像亚聚拉百姬拉半 找到家中 很耐心地给你讲解 这个事情该怎么处理 我在那里真是学到了很多很多 在基督里面美好的品格 也学到他们对牧者的一个 年轻牧者的包容 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 给我们的鼓励 那在2003年 我领受一个意向 要建造中国大陆族群的教会 因为中国大陆人系统越来越多了 我们来到美国 来到各个城市 可是我们这些台湾的牧者们 他们不能够 他们老常常跟我谈 怎么就搞不定 你们这些中国大陆人呢 总之不知道该怎么 挠他们的痒痒 不知道怎么更有效地 解决他们的问题 他们讲的话 我们也不见得听得懂 虽然讲的都是中文 我们讲的话 它也不见得完全的领会 所以怎么能更有效地 牧养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呢 那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 最后得出结论说 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 最好由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 中间成长出来的牧者来牧养他们 这样会更好 可是呢我们知道这个不容易的 因为我们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 我们从小接受的文化教育 跟台湾的教育是不一样的 台湾的弟兄姊妹讲秩序 讲这个儒家的秩序 我们也讲儒家的人爱 千让 那我们中国大陆没有入家 我们把空老二扫到历史垃圾堆里去了 我们当年都记得 对不对 我们当年就要打倒孔家殿 去运动 然后呢 毛泽东那时候要管孔家殿 叫空老二嘛 一个批他的科技副理 所以我们从小说 孔子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反动的形象 所以我们不能学那个东西 我们学的是马克思主义 其实我们中国大陆并没有学马克思主义 对马克思主义并不很懂 我们差不多五十岁以上的可能接触文言 五十岁以下的根本就不懂 什么叫马克思主义 其实我们中国学的是列宁主义 是列宁主义里的暴力革命那一部分 并不是列宁主义的全部 所以我们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中 我们有一种斗争的哲学 一直在我们的脑海里边 在我们的生命里头 成为我们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们自己都不想的 我就学台湾话的 不想的 其实我们也不知道 是不是如此呢 你看我们的观点 毛泽东说 于天奋斗起了无穷 于地奋斗起了无穷 于人奋斗起了无穷 毛泽东说 十亿人民不斗行吗 你想这种文化在我们的骨子里边 我们信了主了 来到教会 我们还会逗 一点小时 因为一件事情都各持 几件都不会学习退让 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 需要成长 比如说没 我们信了主了 不信信了主了 我们拿到露堂 露天堂的门票就可以了 我们更重要的 需要在基督的爱里边 来成长 成熟 甚至说我们要渐渐地长大成人 长成耶稣基督的身样 所以怎么做呢 那我们就开始中国大陆的教会 没多久我们有一批赶于第一次吃螃蟹的中国大陆的传道人就下来了 就开始建立大陆教会 我们突离台湾教会和香港的教会 做大陆的教会 我觉得这批人姓张的比较多 不是我 不是我 我不是第一批 张路加 张志刚 这都姓张的 都是死海女 这两个死海女 哇 胆大 敢于建立教会 可是没多久 这两天教会全没了 一个叫神州 一个叫华夏 你看这名利器都是中国大陆 大得不得了 那么结果就不行了 有一个不见了 另外一个现在十几年过去 还是等三五十人 那么后来我们在东坡 还有个新生命教会 不是姓刘 我们现在在这边叫刘东夫 那后来这新生 New Life 结果还是没Life 也没有建造起来 一群老鼠会的人在里面 在里推广什么直销啊 推广这个什么 这个什么健康食品化妆品的 然后有一天牛不时 领受圣灵的恩高 讲了一篇道 清理主的圣殿 一清理一半人没了 不容易是不是弟兄姓妹 那对于我们这些传道人来说 是个乍然 我封建立主 从来没想过我成为牧师 我想我在国内 我是做文字工作的 我信了主耶稣以后 我就用文字来服侍我的主 我曾经有一篇文章说 神啊求你使用我手的笔 我没想到神不仅使用我的笔 祂要使用我的口 祂要使用我的脚 祂不仅使用我的手 祂要使用我的脚 走出去传扬福音 祂要使用我的口来 传扬祂的福音 我记得神医院 我在第二年的时候 才知道说教会多重要 我们这些地用字 都应该在教会中承让 一个基督徒 如果他不在教会里面 他不可能承让 一个传道人 他如果不去误会 他可能不懂得什么 叫做误证 你不去牧羊羊群 怎么叫牧者呢 那不应该叫牧者 所以我后来2003年 想给我一个信息 离开这样一个温暖的 爱的大家庭 出去飞了 单飞 放飞 我那时候的太太呢 在这个华盛顿 找了一份工作 说你到这边来吧 这边不错 虽然中国人没有那么多 可是呢很多人不信主 要不要过来 2003年 1月第3个礼拜 我们开始了 丰富华雅基督教会 从此来开始 10年 我们的信心的旅程 这10年 你可以想象 作为一个牧者 我经历了多少 10年我从 这个 不活之年 到了 叫什么 五十叫什么了 知天命之年 什么叫知天命啊 知道了神的命定 知道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命定 彻底知道了 你看这个人的生命多快 2003年我坐飞机 那一天 2002年的圣诞节 我坐飞机 飞到了 从洛杉矶飞到了东东 洛杉矶太美了 天使之城 是全世界 我走遍世界各地 最喜欢的城市 当然这个地方 第二 我第二喜欢 第一当然是洛杉矶 为什么喜欢洛杉矶 洛杉矶飞机 洛杉矶飞机 东比你不是暖的多了 洛杉矶飞机 冬天不用纯大仪的 这个方便纯大仪的 所以 喜欢那里 阳光灿烂 到哪里都不用讲英文 中餐馆七千家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不用做饭 真的是好地方 一个移民 来到海外的移民 能够在这样一个地方生活 而且教会 280个华人教会 这个教会不要你了 你可以找另外一个教会 作为船长找不到 最好找就是 软件个酒精站 因为教会多嘛 多好 我为什么要走呢 神的护照 建立一个教会 让弟兄姊妹在教会中成长 让不成熟的人 来经历圣灵的能力 经历上帝的恩典 十年 我经历了无数的恩典 今天圣诞节 我讲了一篇信息 我来数算神的恩典 真的数不完 十年 你想每一天都是恩典 每一早晨都是新的 当每天起床的时候 就感谢神 神又带领我们走过的一个高峰 我们教会从十几个人发展到几百个 我们从一天教会发展到十天教会 这十年 我的孩子也从中学到了大学 一个到了研究生 一个到了大学都快毕业了 那我们呢 那我们呢也从中年 也进入到了壮年 老年 按过去来说 我们都已经知天命了 就是已经老年人了 现在还记得不老 好像青春刚刚开始 我记得那一天是2003年的1月的第三个礼拜 那天是有一个伟大的人物的纪念日 叫马丁鲁德金 我讲一篇道 我有一个梦 这篇道 我告诉他们 我有一个梦 我的梦就是 有一天中国 每一个人都信耶稣 每一个中国人都接受 这个最美的祝福 最美的福音 最美的救恩 这是我的梦 有一天中国人不再仇恨 不再读杀 不再互相整来整去 中国人所说的都是上帝的爱 有一天 中国的教会在中国城市乡村 一个一个被剪刀起来 那我们在其中 我们这一代人 我告诉你啊 我有一段时间 我特别不喜欢我自己的出身 不喜欢我出身的年代 我出身在五十年代末 六十年代初 这一代人是最惨 那天我看报纸的时候 这一代人是最惨 生下来就挨握 上学就停课 毕业就下乡 回城找不到工作 一来留学了 人家学的是英文从小 我们从小说的是俄文 没有接触过一次的事 所以到美国 你想多少的艰难 告诉我们这代人 这代人多苦 而且我们这代人不仅生在中国 不应该生在一个国家 我看我儿子生在美国 你们的孩子生在美国 你现在他们多幸福啊 他们有我们那么多的束缚和闲职吗 他们有我们小时候那么多的恐惧和不安吗 今天的孩子们生活在美国就跟天堂一样 可是我们生活在那个挨饿的 专制的 没有自由的 没有言论自由的中国 我们这代人多倒霉 而且我们还生在六十年代初 六二年中国最惨的一年 饿死了三千多万人 感谢主 所以我爸爸一比八 我现在还没长过我爸爸 因为我爸爸的求人会吃得好 我的心都会挨饿 所以我就没有长过 你看到没有 我们家哥四个 我爸爸七个孩子 四个儿子都没长过我爸 我奶奶就常常说 这孩子真可怜啊 你们要放在过去 你们上学的时候 都有那个鸭儿味给你们拿点心盒子 鸭儿味 别乱说 新社会 新社会好 新社会好 就是会好 你说新社会好 就是会好 有些东西新的不见得好 知道吗 耶稣基督过去 现在永远都改变 最好 新的不见得好 一端都是新的 所以当我们见到这个教会的时候 我感觉我懂得了 我有一天想到一种师哥 我学会的 我唱了吗 我就流泪 这种师哥说 主啊我算什么 已经坚选了我 让我生在中国 应接大收盒 原来我们这代人 应该感谢神的 没有一代人 任何一代人 全世界比我们这代人更猛俗的 因为我们生活在中国一个苦难的时候 我们来了解中国的苦难 我们生在那个时候 我们可以为中国 为神来摆上我们自己 可以为主来收盒 什么样艰难的环境 对我们来说 都不是问题了 因为就从艰难中长大 我们应该感谢神 美门 塔利多亚 那天我们彻子释放 感谢主 谁能像我们这代人生在中国 这么了解中国 我记得唐宗洪牧师有天跟我谈话 他就说 你们这代人是全世界最幸运的 我说你说啥呢 你怎么生在我这一代 你生在印尼吃下克拉 对不对 我印尼的滑脚什么水平 吃的多少 印尼的滑脚 百分之一的滑脚 占一米百分八十的财富 可他都不止 当然你得站着说话不要头 他说不行 我说的意思里面懂 你们这一代人 学过哲学 今天海外的华人 读哲学吗 跟他有什么关系 不读哲学 你们懂马克思主义的哲学 你们懂黑个人的哲学 你们懂费尔巴哈的哲学 你们懂哲学 然后呢 你们又去下乡经过了破碎 然后你们又重新 通过个人奋斗上了大学 然后你们通过奋斗要来留学 然后你们又信了耶稣基督 这代人台湾没有 香港没有 全世界都没有 没有中国大陆 感谢主啊 你们叹上了 哈利路亚 有没有道理啊 那为什么我们这样的能够体会到灵魂的 可恶和需要 是因为我们是其中的一份子 为什么我们要爱这些 看着不可爱的人 因为我们本身就不可爱 上帝怜悯的我们 我们感谢主 所以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 建立了这样的教育 十年了 我也越来越成熟了 说话越来越少了 这个讲道越来越多了 你知道牧师讲道就不愿意说话了 回家更话更少 这个我有一天我看一个系列学家说男人一天要讲三万句话 女人一天讲五万句话 我讲道大概我一天讲两堂道可能就讲四万句话 那我回家就没话 那家里那个太太呢 五万句话正等着你回来说 所以家里很大 你知道吗 我们这个体秀不容易的 所以回到家里我就说 看看这个 这个我一四十三句话讲完了 礼拜一再跟我说话 礼拜天讲两堂道话 真的是不愿意讲话 话都讲完了 所以太太等着你要说 今天机会呀 你觉得怎么样 你怎么样 她一大堆评论 你就听着就好了 好 好 好 感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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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几句话 还是很不同 对不对 所以在教会里成长的过程中 我经历了我们自己本身的教会中的成长 我们也看到那么多的丁股罪名 他们都不信主 到成为神儿女 从家里要破碎 到他们成为一个喜乐的彼此相爱的家庭 来到丰盛华教会的人真的是蒙福 十几年来之后 他们看到太多的见证 我可以讲几天体验讲完 教会每一个女子们成长成长的 他们的这个见证 夫妻关系的成长 你说牧师知道最多 就别人的夫妻是吵架的事情 他们的 土耳塞说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 不幸的家庭怎么样 各自的不幸 我各自的不幸我都知道 相似的我也都知道 大概是这个样子 来到丰盛华教会 不怀孕的就怀孕 不生孩子就生孩子 叫丰盛的 我死得了 我知道 生一个就生两个 古丽丁作品 最少生三个 大陆不许生 台湾 美国为什么不生 我们要生两种多 变满美国 你们最少生三个 为什么 一個婆婆嗎 兩個剛剛湊 你看一個板凳最少三條圖在佔了 一個做四條圖 四個正好 我爸爸生幾個 生七個 我爸如果不生幾個 89年我被通緝的時候 我爸死定了 我告訴你 我爸就我一個被通緝 天涯海角都不知道 全中國警察在抓我 那我爸還沒喝過吧 我爸那天喝酒喝完說 我還有六個 這是他的神奇之處 當年為了革命 我們張家也獻出國 今天為了民主 我們再獻一個老宿 沒關係 我是老宿 還有六個 你看看沒有 所以我爸今天活得九十一歲 還健康習得懂得了 八十歲受信歸入耶穌 1945年參加革命的老幹部 八十歲受信歸入耶穌 今天九十一歲了 西主十一年了 感謝主 前面說手術 醫院裡面住高肝病房 我打電話給他 我說怎麼樣啊 這個病房條件最好 感謝主 全都報銷了 感謝主 他全都報銷了 感謝主 多好 這一層病房就我一個人 一幫醫生護士忙給人 感謝主 哈哈哈哈 我說你吃東西小心一點 年紀大了 多吃點蔬菜 少吃點肉 他說我都九十歲了 為什麼要少吃一點 我都九十歲 為什麼要吃蔬菜吃肉 我想對呀 九十歲的人已經自由了 不像我們控制什麼打不足了 人家想吃什麼就該吃 都活到九十歲了 還不是想吃什麼就該著呢 感謝主 所以我們新的主流 真正我俗說不完省N年 你看十年 這十年 我的父母紀錄到九十歲 可是還是很健康 打電話的時候 爸爸跟我聊 媽媽再聊一個小時 沒有完美了 那個結果再說 就是這樣 很感謝主 最幸福就是父母的健康 喜得健康 平安的 對不對 我們在海外 說我們能做什麼 我們只能為他保護 像我們活得更長 之後更健康的習慣 那我的兩個孩子都大學了 我們也經歷了很多很多的苦難 但是通過神的恩典 我們走到了今天 所以弟兄姊妹 認識神的教會 神經說 教會是永生神的家 真理的注釋和根基 教會不是一個宗教組織 教會是一群神的兒女相聚的地方 希臘文原文在講 教會他用了一個詞叫 艾克利西亞 艾克利西亞什麼意思 就是從世界中招出來的 屬於上帝的兒女的聚集 艾克利西亞招出來 從世界招出來 我們不屬於世界 我們活在世界 但是我們不屬於世界 我們生活的世界 我們屬於耶穌基督 我們是上帝的兒女 所以在建造教會的過程中 弟兄姊妹 需要你的參與 我們北加州的豐盛華雅教會成立了 從明天開始 第一天的主日崇拜 我們 如果你沒有教會 我們盼望能來到我們的教會 一起服侍 因為神 感謝主 過去我們很多台灣弟兄姊妹 去中國大陸宣教 帶著機票去 到這兒懵恰恰的 還沒聽講道就被抓了 我剛講我們 我們有兩個同學 在台福神醫院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 我是畢業實習 我去台灣 大陸人去台灣 台灣大陸弟兄姊妹呢 學生去大陸 我到台灣 台北啊 高雄啊 台南啊 台中啊 次數步道 我講了大概五十多堂道 我在台灣在兩個月 講了五十多堂 還監獄 我到監獄講道 在監獄講道 五千人聽 你根本看不見人 都一樣都禿頭 然後講道 一講道 一呼聲 要面新耶穌 哇 全舉手 一開始五千人都得救了 哇 然後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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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院的 不是監獄的監獄長說 就拿一個那個 水龍頭過來 拿好多水桶 我說幹嗎 現在就給他們受洗啊 下次你沒機會來 還有機會進監獄嗎 我說是啊 就給受洗了 哎呀洗得累的 我洗了一天 洗完以後 那個監獄長受傷 不知道嗎 下禮拜 還有一個道教的步道會 你們接著來 哈哈 這有點多 還有這段時間 所以我去那傳譯 我特有魔教 回來我很高興 我在神月給大家講 結果去大陸的兩個同學呢 不吱聲 我說你們要去哪兒了 他說不能說 不能說 越來越難說 我說怎麼了 他說我告訴你啊 我們就坐飛機去了中國 下飛機坐火車 坐了火車就換馬車 換馬車還趕了個牛車 然後黑洞洞走了三天三夜 到一個小村 黑洞洞別人牽著我們 走進去的 怕狗叫 進一個小屋 一百多人等著我們講道 聲音剛一打開 來一百警察 一句沒有講就被抓了 哈哈哈哈 這不容易 我說你們怎麼這麼倒楣 一句被他講 一抓什麼嚇得 這國軍見到工軍還第一次 從外面搞沒有什麼工軍 這樣嚇得就只哆嗦 不知道該怎麼處理他 就在哆嗦 後來然後 這個 這個聽到那個 上廁所 他們在上廁所 聽到廁所外邊兩個警察 說這是台灣人 護照是台灣人 小心注意點政治 這現在發的安樂 不能打開 不容易 到大陸就要講不容易 所以我們今天在美國 建立主耶穌的教會 我盼望弟兄姊妹 我們都能夠進入到教會 如果你信了耶穌基督 你都能夠去進入到主耶穌基督的教會 在教會裡承認 我從信主的第一天 我就再沒有離開過教會 我喜歡教會 我為什麼喜歡教會 我告訴你 第一個 我信主的時候 我就見到教會的愛和文端 我在中國大陸 家庭教會 我在 我昨天講的 我在低教的也聽到 也沒人講到 講那麼道 他們就是 誰想講就講 誰想說就說呀 誰想唱就唱 十個人一唱十個聲音 就是你想這麼唱就這麼唱 所以我是這樣參加聚會的 可是他們那種愛 溫暖接納彼此的帶導 使我很感動 尤其他們對我為我的祷告 來到美國 我生病 我一病四年 我病的時候 我就 我跟你講我在美國 普林斯頓醫院 當我一住院的時候 剛開始還有些朋友來看我 過了不到半點 你的朋友就不來了 因為那時候大家都來 剛來美國學英文啊 讀學位啊 找工作呀 談戀愛呀 找房子啊 都是事兒 忙得要死 誰能還想到 醫院還不辦死的人 你知道我 那時候我們班有一個人看過 他不得不看過 北京大學做加班的 我們倆同學 叫白夢 白天做夢的那小子 知道嗎 他不看我不喜歡 我們同學習慶責備 他說 伯利你們倆都在普林斯頓大學 病成那樣 替我們看看他 每一天都去看看他 讓他知道有點安慰 醫生說他快死了 醫生說我只能活三年 我那時候得癌症 我的化療 只能活三年 你不去看看他 所以他來看了 你知道他看我的時候 他給我帶了苦苦啊 他怎麼看我呢 他一激我 我那時候服了五十磅 我有五十磅的水在我的身上 排我出去 下面小便接著導管 後面車子也挺長的 你知道嗎 上面查著氧氣管 我當然不好看啊 我哪有那個妙齡女孩好看 對不對 他一看我血壓就高 一看中葉他就高興 他就給我苦 我在這一邊吃著他給我做的西飯 一邊流眼淚 他在那兒遜我 你知道誰看你呢 都是教會的弟兄姊妹 你根本就不認識 馬來西亞的 新加坡的 香港的 台灣的 也有大陸的 那時候大陸西徒也不是越來越多了 每一個人來 想方設法讓我高興 然後給我做混沌 沒有鹽的 我都是聖衰竭 不能吃鹽 沒有鹽的混沌怎麼做呢 怎麼能好吃呢 帶著無鹽醬的都是 然後給我帶著鮮花 這些都不重要 吃我也不想吃 我四年吃蔬菜 沒吃過熟食都是生的 因為我到美國醫院裡面 熟食跟豬食一樣 它沒有鹽 一煮就跟豬食一樣 所以我說你給我生的 胡蘿蔔生的還甜的 對不對 你一煮沒有鹽就不能吃 所以我都吃生的 也感謝主說你這生的 治了我命中 有用 萬事互相效力 就愛神的人有益處 然後我就在那兒 就等著接受治療 每一次 這些弟兄子民 來給我最大的安慰是神的話 你知道這些基督徒啊 有信心嗎 你不管真假 他講話就是有信心 他說你死不了 你看他說這種話 醫生一看 不行了 一看這數據告訴我 你準備後事 他還有三月 從你指標來看 越來越慌 所以基督徒一進步說 哇 感謝主 今天臉色很好 有上帝的榮光 那你說你愛聽哪一個 你告訴我 那個聽說你快死了 這個說你有上帝榮光 你哪個喜樂 一喜樂 我告訴你 安息光是死一半 你憂愁 安息光是長一半 真是如此的 給我最大的安慰是神的話 是聖經裡的話 是弟兄姊妹的一個禱告 我覺得那是最大的愛 最大的愛 弟兄姊妹 如果你沒有教會啊 趕緊找一個愛你的教會 趕緊找一個你的愛 能夠流通的教會 我過去 都是教會把愛給我 今天我一開始把愛給弟兄姊妹 我做了牧者 你知道嗎 我記得有些人 我覺得我快死了 我的牧師特討厭 他不喜歡我 他不喜歡你 我們倆一個教會 一個強進班 他看我沒出息 沒潛途 他就那人有潛途 我那牧師啊 是個神學家 我一信主 在那個醫院裡邊 就在教會 就進醫院 所以帶來都是教會 第五次給他服侍我 麻煩嘛 醫院裡面見你看看出去 又講道具了 對不對 長得也帥 白白淨淨的 我非不出憂的 我在那個醫院裡邊 你知道嗎 那臉都是灰的 黑的 本來長得就黑 身一摔進我就更黑 浮身都是毒素的 能不黑 你知道嗎 所以這個牧師也不太看過 我有一天晚上我覺得 我活不到天亮 人有的時候會有悲觀 人有的時候會覺得 那個坎過不去 我不知道你今天有沒有坎 今天我實在有人有坎過 我彈我這就過不去 別怕 上帝都會帶領你走過去 聖經說不要怕 只要信 你們 你們 恐懼來自於魔鬼 信心來自於上 你們 阿里路也不要怕 不要怕只要信 我就是 能不能拿住 我也怕 我怕死啊 你以為我不怕死啊 我就想我做倒霉 我用廣場 磅一槍把我打死 那還好 壯烈的就起身了 結果 沒死成 跑到了蘇聯 沒有動死 九死一生 又回了中國 中國長兩年 好容易逃到美國 癌症 住院 死在美國 你說你真多倒霉 我班是作家班 前是作家 我班是中國電視 連續去現在一班 我班人寫 那邊小子說 張伯利這個人 只能在中國生活 他不能到美國 他離開中國 他就得死 你們的根兒就在中國 說的也有道理 我來到美國 就闖上氣 第三個月我就進醫院 就沒闖上氣 我在普林頓大學 東亞系 中國學社 多好啊 在那邊 劉明燕啊 蘇小康啊 柴玲啊 我們都在一起 這些哥們在一起 多好 對不對 每天高談過論的 可是人家現在高談過論 我慘了 一個人能來醫院 有時候他們會來看我 十幾個人一起來看我 看我 他坐在我的會客廳 我住的是全醫院最貴的地方 我當然一進醫院 美國總統部實際 我寫了一封信 那封信 當然很多的祝福的話語啊 很多鼓勵的話語啊 結果院長一看過 我說什麼人啊 總統寫的信寫的這麼好 結果我換全醫院最貴的病房 在客廳呢 我在裡邊是病房 外邊是會客廳 就我一個人 多神奇 你知道吧 他們一來看我 坐在會客廳 高攤窟窿 我根本不離門 不離離門 他說你看著每個醫院的設施 中國什麼時候都達到這個程度啊 我說那邊來幹嘛 開什麼設施 你不看我來了吧 他說誰也拼你 我說有時候你會過回去這些坎的 晚上有一天 大概有一個多月沒人來看我 除了教育的女子民以外 也想朋友 也想家鄉 也想父母 觉得算了,这个日子过得有什么意思 而且等着就是死亡 顶多那么一两年也就完事了 过这种日子,干嘛呀 算了 我可以做一个动作 就是把我的管子拔掉 我就差不多了 其实人很简单 我也准备一点安眠药 觉得适应点 也就过去 痛苦就没有 可是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我想到死了,我去打理 我还没收洗呢 我信主好几天还没收洗呢 就因为跟牧师交进 我就不收洗,你知道吗 我就不让他们收洗 那你升不了天堂怎么办 圣经说信而收洗必然得救 马可福音十六章十六节 信而收洗必然得救 我信了,我还没有收洗 万一不得救怎么办呢 我就打电话给我的牧师 半夜三点 我说我觉得活不到天亮 我希望你来给我收洗 我是说你看几点 我哪知道几点呢 我每天躺上睁个眼睛就醒了 躺上去睡觉,也不知道几点 他说现在是凌晨三夜 不是时候,我能不能换个时间啊 我就发脾气了 我说,我生理感动我要收洗啊 你不能消灭生理感动啊 那你要给我洗 我今天死了,你负责啊 我告诉你,那上天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原来是大陆的动人精神就来了 我们中国大陆的动人精神就来了 对不对 台湾牧师就害怕了 赶紧通知了一个 他可能远一点 那天他也不方便 通知一个教会的一位 长老级的干部 来看我 这个弟兄是马来西亚人 夫妻两个开着这个凌晨四点 到教育 到医院 进医院 说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我说我觉得我好像活不到天亮 我不想活了 没什么意思 但是我想收洗 我想问 如果到天堂我去不了 周珍都懂了 地上什么都没捞着 天堂我都捞不着 手指什么都没有 这个两个人不着掉 我要收洗 他说我牧师让我来看你 但是我也没全力收洗 说实话 这个兽也不是长老 就是牧师 我说没关系 给我洗啊 他说不行 他待会告诉你 你是个真正想的耶稣经 我说当然是啊 他说我跟你看完经文 路加福音 二十三章 路加福音二十三章 讲了一个故事 讲到说到了一个地方 没有叫库鲁地 就在那里 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对不对 然后呢 各个他山上的十字架是几个 三个 中间是谁 耶稣 一边一个 强盗 他说啊 那个马来西亚听告诉我 说这个图画 是整个人类的缩影 中间的是上帝 救护 两边是全人类 两个人代表着全人类 全人类不管你分多少人 男人女人老人小孩 好人坏人 中国人外国人 在上帝面前只有两种人 一种是得救的 一种是灭亡 所以就实际上定的这两个人 代表一种是得救的人 一种是灭亡的人 得救怎么得救的呢 那个强盗 说耶稣 你德国将领的时候 求你纪念我 耶稣说 你现在就跟我在乐园里了 就得救了 就是一个态度 一句话而已 其实他也犯了很大的罪 他跟丁了石家 另外一个强盗 犯的人一样的罪 甚至比那个人 可能罪更大 但是他只有一个态度 就是说 耶稣 你德国将领 求你纪念我 耶稣说 你现在就跟我在乐园里 这个人得救了 另外一个呢 讥笑耶稣 你不是神吗 你不是基督吗 你救我们 你救自己呀 你自己从谁家家家来 这个人灭亡了 他说 张弟兄 你看那个强盗 耶稣说 你现在跟我在乐园里 他没受洗药 他得救了 他只是信了 信最重要 你们 对不对呀 我那天给我急大的喜乐 我就那天我爱心包死一包 我爱心包死一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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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他不过手 没关系他不失 我就不让你休息 就就 心都跟强盗一样 我说主啊 你德国将领 求你纪念我 对了 你就这么说 天天说 我就天天说 感谢主 后来他一走了 我又后悔了 他一走了 我又又 对不对 那个强盗定石家下不来了 我还可以下来 对不对 他受伸 没机会受洗了 可是那一天 我经历了信心的功课 我经历了上帝的能带 我也经历了教会的爱 我就跟神道 祝你医治我 如果你医治我 我就把自己奉献给你 永远不离开教会 就像那个诗篇所说的 我要住在耶华的殿中 怎么样 直到永远远 宁可做主殿里的首 我看门人 我告诉你 对不对 多好啊 每一天在住在殿中 你看你们来到这个殿 多美丽啊 我现在的南家 我就住在教会里面 我都不住我的房子 我就住教会里面 太好了 太好了 每一天 走到哪里都觉得 这是圣祭的地方 上帝同在的地方 丁佣子妹 彼此相爱的地方 每天早上我到教堂 我就给他们拍椅子 我就特爱拍椅子 所以我们来这家 我可以给歪了 我就拍椅子 这是我的习惯 因为教会没有教堂 总租小学 我老去拍椅子 我一拍椅子 我不是白拍椅子 我拍椅子会给椅子祷告的 我说主啊 今天坐在这椅子上的人 他的疾病和医治 他如果有疾病 他就会得到一致 主坐在这椅子上的人 他要蒙上帝的祝福 坐在这椅子上的人 软弱要成为钢枪 坐在这椅子上 他夫妻观要和好 我有宣告 我有祷告 我有祝福 所以每天早上 我一讲到我就知道 坐在椅子上的人 都是已经那个椅子被祷告过 都蒙祝福的 你们 哈利路亚 感谢主经历了太多的 连在教会里面 有一天我就为你们讲了见证 有一天我们教会来了一个人 我在美金亚的教会 华盛顿的教会来了一个 从非城中开车来的人 那么这个人呢 来我们教会来一年多 每天早上开车 两个半小时 三个小时都非常开到华盛顿 不管刮风下雨 还是天气下雪 从不间断 而且从不自大 比我们教育丁子里来的早 不简单 我记得他来那天 我们都介绍新朋友了 每个人写个单章 今天那边填了哈 所以我们就收起来就好了 你如果没有填 填着教给我们 下来我们会打电话给你 我们也会发一命给你 告诉你 我们有什么样的聚会 那时候我就 主席就念单章 念到有一个叫赵爱国 赵爱国 赵爱国 弟兄 哪位是 我说我是 我站在地的介绍自己 从哪里来 他说我在非城来 我家住非城 我开三个小时来就教会聚会 我过去一直听赵爱国讲道 后来我和我妻子就决定 我们就来 你们教会聚会 哎呦 大家觉得特殊鼓舞 三个小时开过来 每个礼拜天聚会 这不容易 那他说我叫赵爱国 赵 赵 赵前孙里的赵 这个爱国 我爱中国 大家给他鼓掌 哇 鼓掌 我爱美国 大家还给他鼓掌 我更爱天国 这个人有意思 给他鼓掌 后来我就认识他 有一天他就请我去 牧师恩到我家来看着我 我就开三个多小时去他家看他 到非城 住在他家 晚上不睡觉 他们夫妻两个就跟我夫妻两个 就讲他们的见证 解放军团长 解放军团长 参加过对月反击战 那个时候好像是侦察班 侦察排排长 对月反击战的时候 战斗英雄 而且还是建内冠军 还是这个参加辽宁省的建内冠军 他那个肌肉啊 了不得的 你看现在五十多岁了 那肌肉都是相当 然后他来到美国 妻子到美国留学博士 他带着孩子来到美国 从部队转业 辞掉工作 来到美国 国内是团长 来到美国 团长你干嘛呀 不懂英文 没有学历 解放军团长 在美国干什么 餐馆打工 我这里有人说餐馆的地方怎么样 你别想瞧他 不是团长的事啊 打工 打工呢 水平也不高 国队都是齐务兵给他干 现在他给别人打工 送外卖 被抢 被黑人抢 被黑人抢 他还不服气 怎么就团长被抢了 一把就把黑人抢给拖过来 黑人瞎就跑 他把抢车也跑 他把抢车也跑 他说老板说以后不能抢抢 他万一抢了长抢 他又断抢 我告诉我 费城这个地方挺短的 结果呢 他在藏环遇到一个越南兵 越南是班长 他是团长 这两个人就把中越战争 就扩展到美国 就扩展到中餐馆 越南兵呢 在餐馆里地位比他高了 军队 军衔比他低 但是到餐馆地位比他高 人家是大厨 他是什么呢 是waiter 那大厨是要给waiter小结穿 是很容易的 你上菜我就给你卖一样 你那座人拿不到小费 我给别人上 我就不给你上 他俩就老吵架 吵架就说 他就说 当年啊 早消灭的人消灭 然后那个越南兵就说 你们打我们 你们输了 他说我们赢了 可是中国赢了 那时候越南赢了 天天吵 天天吵 中国打 把你们越南打败了 越南说把你们中国打败了 两人打打有天打击了 枪跑出 这个越南兵 预备好的手枪 装了六发子弹 两人吵架的时候 这个越南兵把枪掏了 就很近的距离 大概就是一米左右的距离 就咚咚咚 照着胸脯 连打六枪 子弹全部打过 照着胸脯 照着胸脯 我就看着我血 刺激 像杀鸡似的 窜出来 这多可怕 你们在美国经历过这种事吗 没有经历过 感谢主 他说 我是战场下来 我知道我完了 医生到了 我血就流过 因为他那个子弹力量特别大 因为太近 他的手枪 新手枪 那个 那个 杀伤力极大 一个子弹进去都从后面传出来 一个子弹两个洞 前面一个洞后面有 他总共被打了十一个洞 有一个子弹打了心脏边 牵出来 没有出来 他就觉得 我这死定了 我怎么止血呀 哇 那个老板赶紧打911 所以美国太厉害了 不到五分钟 救护车 消防车 警察 这个什么 全来了 他一看到他 还站着 最厉害的 解放军真的 我们解放军真实力 他没有想找找找 他就说看 他说看了 他说看了 他说人家来了 来了就把一种东西 他说就是一种胶带 他从土岛 哇 从土岛 一下就缠到沙发 然后就一冲气 他真 血脚步 堵住了 他说去美国江西安博 真有经验 他说我以为有沙骨灾 他一冲气 啪 就一下子全都挤住 血不流了 马上弄到车上去 救护车 运到了 运到了医院 手术前 无影灯 那时候他看了 就越来越多个人 多一个人 走到灯前 信耶稣吗 不要信耶稣 今天我说听众姊妹没有信出 要不要信耶稣 就我想一想 他没得想 他有时间想吗 信耶稣 上天堂 不信耶稣 就死定 告诉他 手术成功率不知道 好 那个子弹就在心脏 他就点了点头 手术完了 他苏醒过来 医生告诉他 上帝保守他 那颗子弹 现在里面的 那个心脏只有一毫米 一头和丝 被打进去了 因为这是健美冠军 他肌肉强 打到这夹住了 他就被激动了 要不把人当当喘一下 你打了我 一打 什么可乐 什么茶水都出来了 他就看着 他跟我讲 就像听故事的 他讲我就看着我 拖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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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他老婆在旁边呢 就给他拖了 哎呦 我一看 嚇死了 每个八都像碗那么大 一身都是花儿 多可憐 醒过来以后 不知道他遇到什么事情 他什么都没有 他在离婚 你看人的爱 多有限 人家都强大了那样 怎么能离婚呢 总得熬到他死吧 你说是不是 早就熬到他死了 你得到好名声啊 离了他没死 就剩200块钱 儿子也被带走了 来到美国五六年 混剩200块钱 一生枪杀 妻子也没有 有没有在美国这么惨的 我们哪个比他惨 你们告诉我们 刚才有一个朋友来 回不去了 也不想回去了 不知道钱都怎么样 你别太强多了 你一强没爱着 老外给你带孩子吧 感谢去 明白 啥都没了 从医院里出来 剩200块钱 在费城当当黑林区 租了个杯子 100块钱 还剩100块钱 一个个100块钱 租交了定金 杯子的利 全是蟑螂老鼠 住在哪里 这个解放军团长就想了 我这什么命啊 我怎么能回到今天的程度 回国吧 又回不去 怎么能跟战友们说 我在美国混到这个程度 混一身枪上 会越南冰打的 然后呢 然后这个老婆也没了 什么都没了 一分钱没赚着 倒霉不倒霉 倒霉嘛 晚上还用探机 结果来了一个 住在隔壁 马来西亚人 这个牧师也失败了 被教会不要 说他教会不要这个牧师 这教会真好这个牧师 我就告诉他 哪天咱们放了一个环球 就去教会要 他说咱们要 那牧师有懂英文 有懂广东 挂一懂福建华 什么都懂 他会抢一个 也100块钱 交了个杯子 兜里还剩20块钱 两人住在一起 同病相恋 晚上在这屋 开上探气 那屋 歌唱赞美 他说他唱歌 唱的 哎呀 我就听着就跟老毫似的 特难听 我就在这屋 睡不着觉 他就在这屋唱 赞美声 他说有一天 我实在受不了 我一脚就把那个门窜 进屋说你好人吗 东北人哪 沈阳人讲 你好人吗 那牧师说 我洗了 他说你 祝佩斯们 教会不要你了 一分钱没有 你有什么喜乐的 那个牧师说 我有神 我洗了 哎呀 感谢主 他有神 哎呀 对呀 他什么都没有 他有神 我什么都没有 我还没神呢 他就从此下了门回来 就跟他一起喜乐 一起唱歌 后来就跟他熟悉了 信主了 信主了 这牧师说 圣经说 两三个人 奉主的名聚会 我就在你们中间 两个人就是教会主 咱们就在杯子盆成立教会吧 我是牧师 你是会友 那会有的奉献的 张牧师吃了 他就告诉我 他说 那他就得打工去呀 他就打工去了 找个餐馆 每天回来把剩饭带位给牧师吃 牧师每天吃饭中就谢了 感谢主 我不重不收 我不继续在苍里 天赋上天涯过来 他说 你要感谢我 那不是不重不收 是我打一天工 正规的给你吃的 两人就建立这样的一个 这个革命的感情 巴雷西安州牧师跟他在一起 他说 一信主以后 哇 咒诅都被打碎了 祝福就来了 这赔款 他说 多的不知道什么赔款 这个车货也赔了 枪梯案也赔了 他说 我都不会输这个钱 输不来 我说 不是 这个牧师就给我管钱 牧师给他输 牧师拥我口 给他输钱 这个人就不需要住杯子门了 买个大房子搬出去了 又回到国内娶个年轻漂亮的太太 又给他生了两个宝贝 赵团长牺牲了 你们 跟我说感谢主 又主真好 你有这个感觉吗 你人生是不是经历很多的苦难 你还没有 我经历很多苦难 但是我真知道有主真 有主真好 我在医院里边 走过来 我跟主祷告 医治我 我就把自己奉献给主 我去进神医院 事奉主 一生一世 绝不后悔 95年 我离开医院 进入神医院 进入神医院 95年底我进入神医院 但是我脸还是很肿的 我还吃激素 大量的激素在服用 医生告诉我 说我的激素要吃一辈子 不能离开的 肾衰竭嘛 你不吃肾就反跳 但是我告诉你 我很感谢主 我那时候没有医疗保险 没有任何医院给我保险 我从医院里出来的时候 没有保险 我进医院的时候 普林医院大学 刚要给我保险 我一进医院 人家那个保险公司 一看我进医院 不过我保了 而且我在医院里面 就欠了无数的钱 多少钱我也不知道 比赵团长欠的还多 我住在那个病房太高地 我当时也挺害怕 你问人家医院 这病房医院多少钱 医生不知道 医生哪知道多少钱 医生问医院的 医生管理人员 我那 后来我有一个麻醉石姓廖 是我的一个朋友的哥哥 表哥 据说是廖成志的侄子 他跟我说 你一个晚上是1600美金 哎呀 你一个晚上1600美金 我一住 你一住住一年 因为我一溜 活不了太久 医生说我活那么一两年 我想去住着吧 反正我到铁堂去了 院长是要钱 对吧 我当时也想得很清楚 然后他也劝我住着吧 那你住这两个人病房 你也睡不着觉 人也睡不着觉 对不对 病人在一起都很难受 我原来住在一个病房里 那个人可能是从马上摔下来 怎么脑子疼 天天叫我 我也睡不着觉 所以我住在那里面 太好的病房了 我就住着吧 他说你没钱就不要怕 没钱 你又没钱 我说我没钱 没钱你怕 刚才给我说没钱不要怕 没钱你怕 没钱谁都不找你 你怕 所以我是不怕 可是我没死成 我就麻烦了 我就怕了 我后来读神院读到第二年的时候 这个我的账单就转到了追债公司 追债公司打电话 找你要钱 我欠多少我也不知道 他寄了一个账单 这么厚 这么厚的账单 你看过没有 一个大档案 没有一个字我认的 千千一万都不认的 我一看 我以为还不能数完一百多 那我还数完 我就给他愣了 我以为愣了 我的搬家 就飞了 搬家没用 账单就跟上了 你租房子 你要用你的社会安全号 对不对 你往哪里躲呀 躲不掉的 所以 很喜乐的叫回来 一回家 电话一来 喜乐就没有了 因为他要钱呢 有一天一个人还给我打电话 我就听 又是他们追债公司的 我就说 I don't speak English 后来过两天 就换个中国人的单 我就说 I don't speak Chinese 我还一直吃 I can speak Chinese 我说 你怎么要抄要钱呢 他说这是我工作呀 对不起呀先生 这是我的工作 有一天我说 你不要找我 你以后找我阿爸去 他说你阿爸发财了 大陆大 大陆大 大官大 我说阿爸在天上 他听不懂 你爸死了 我说你爸在死了 我说我爸叫嘎道 上帝 兄弟 他说他妈 他说没有 那也是我爸 香港人也是基督徒 我说那对呀 咱俩一个爸 你要什么钱啊 都是上帝的儿女 要什么钱 他说可是阿爸给不给钱 我怎么知道 我说你们牧师 没教导过你吗 要想了解阿爸的心意 需要什么 祷告 他说是啊 我说他说 没什么切钱都祷告 我就给他来一段经文 我说马太福音十八上十九节 怎么说的 两个人 同心合一 无论求什么 神都成全 他说哪两个人 真是有点傻 香港人跟台湾人都呆包 你知道吗 我们讲话都听不懂 我说就你和我呀 他明白了 再给我打电话 他给我打电话 为了开祷告会 感谢主 你说经历多少审论点 如果我们每天被这些重担压放 我们能有今天吗 耶稣说犯劳苦丹冲淡的 来到我的面前 你们 我就使你们怎么样 得以安息 我们哪个人不劳苦丹冲淡 你告诉我 你今天可能没有欠我钱 你没有欠债 你可能欠感情的债 我告诉你 对不对 你今天 你可能在美国 你有了绿卡 可是你没有贴过的绿卡 你今天也有这样的难处 你觉得你用不过去 但是你要相信 神在我们每个人生命中 都有一个完美的计划 这个计划 你可能不知道 你有一天要你离开这个世界 你就知道 但是你可以凭着心心去寻求 有一首歌说 我们不知道明天的道路 但是它也是道路 我们只要每一天为主而活就可以了 每天寻求它 寻求它的面 寻求它的旨意 寻求它在我们生命中的带领 那我们就明白相继的理 弟兄姊妹 我在那些苦难中 我越来越了解 神何等的爱我 祂让我经历这一切 就是让我经历祂 不管多少你眼睛看到 你无法解决那么低 只要你来到祂的面前 都迎刃而去 你们 这世界不是你的世界 是祂的世界 祂是最后一分钟的神 祂要帮助你 祂要帮助你 祂不是按照你的意思 按照祂的意思 我在我学院毕业的时候 是跟我两天领活 一个是我的账单 那个姐妹给我打电话 这个她不叫张先生 张弟兄啊 我告诉你啊 我哪儿的 我都忘了 好几天没打电话 他说阿爸给钱了 我说阿爸给钱了 我说阿爸给钱了 我说你是淘汰公司的 他说对 你终于记起了 别人欠 别人欠 我说给多少 他说你看 给多少 阿爸能给多少 百分之百 我是真的 哈利路亚 那我该怎么做呢 他说你不需要做 我传真给你一个单子 你把如实天好 签下你的名字 传给我 你就自由了 哈利路亚 哇那天我醒了呀 我要跳舞 我唱歌我跳 不欠钱了 我想到两个字 叫恩典 什么叫恩典 我那天懂 恩典就欠钱和你花 你想是不是 我们欠了多少的罪债 我们犯了多少的罪啊 骄傲自我衷心 背离神 不认识神 与神为仇敌 与人为仇敌 那我们信耶稣那一天 耶稣的保余洗净我们 所有的债都免了 你们 这不是恩典吗 这就是恩典啊 就像我们欠了债 不要 恩典 那个欠了 这个千万银子的人 来到上帝面前 来到主人面 主人赦免了他 这是恩典 可是他不必恩典 有人欠了十两天的 他还吵着要 主人赦免了他千万的银子 恩 他却要人的十两 有人不给他的钱 托我钱 我钱 他们给你掐死 你知道吗 这种事 人都是这样 我们计算别人的罪 上帝不纪念我们的罪 上帝赦免了我 那天我懂了恩典 第二个礼物 我女儿来到美国 我女儿 十八个月我逃亡 逃亡 就再见过她一次 就临分手 临到美国之前 偷偷见她一次 我女儿 我给她祷告了八年都拿不到护照 来不到美国 可是感谢主 在二零零零年 我毕业实际上 毕业那一年 我女儿拿着护照 是公安局长主动打电话给我的女儿的妈 说要不要护照你女儿 要我赶紧拿去美国 找她爸爸去 我女儿十二岁 拿着护照来到美国 就在我毕业典礼的前一天晚上 神是不是无事 Amen 神是不是最后一分钟的神 哈雷路亚 我去洛杰尼机场 我去接她 我心紧张 哇 蹦啊 蹦蹦蹦蹦 就等着这个女儿出现 我想我俩什么场面 我想了好多场面 她见到我肯定哭得嘻啦 你知道吗 我就在想啊 感谢主啊 结果空中小姐把你顶出来 我一看 吼 长这么高 走到我跟她眼泪嘎都没掉 看见我 就把书包往我身上说 爸回家了 我哭得嘻啦 我这个世界颠倒 这种世界 两个礼物 是我最担心的 我的亲人团聚了 我的债务还清了 我可以轻声的来侍奉耶稣基督 主耶稣让我去到我工厂之前 不被任何的终担 你们 恩典啊 阿里胡亚 建立教会这些点 我也经历了同贷 那我这一天 这个院长 谁的院长 这个 请我吃饭 在新加坡 去年年底 请我吃饭 伯利亚 你已经经历了两个院长了 我读博士 经历了两个院长还没读完呢 我马上就退休了 你要经历第三个院长 我把三个院长都给读退休了 厉害不厉害 你毕业了 你到行院教书吗 我还是没离开神院 也对啊 才不晓得 人有时候笨 我为什么没毕业呢 我正在写论文的时候 五年前 我起了病 什么病呢 脑瘤 你看我们家什么都赶了 给我们家很多苦难 但是也给我们很多恩典 在苦难中我们经历了神 脑瘤啊 那天医生 给我打电话说 张师啊 你 我的家庭医师说 你的气都不能开车 你赶紧也开车来接 你是医生这么一说 你吓死我了 我说究竟什么事情 他准来看了就知道 我没时间给你做 你赶紧开车来 我哪能开车了 我也开不了 我腿都软了 然后这方向盘也就拔不住了 好容易开到诊所 到了我家庭医师那里 电脑打开 你看 他就找了一个CT 脑袋一个流 多大的 八厘米那么大 八厘米的直径 全都是比橘子还大 八厘米的直径 七厘米的后 脑袋一个大流 像个太阳那么大 我说是什么东西 他说是这个流啊 脑流 那我说良性恶性的 第一个反应嘛 他说 我怎么知道 脑袋必须打开才知道 要做活检了 打开拿出组织去检验才知道良性恶性 脑袋打开不是别的地方随便就打开了 打开风扇 碰到哪边傻了怎么办 呆了怎么办 半身不随怎么办 半身不随怎么办 这都是问题嘛 哎呀 那天我就 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们两个就 你看我 我看你都傻眼了 怎么又遇到这么的事情 他给我介绍了三个医生 我们在讲的医生 一个在西雅图 是全美国手术最好的 脑袋手术 成功率最高的 西雅图 第二 在江浩森 马里兰 巴尔蒂默 约翰霍姆金斯医院 大学医院 第三个 在我们加根奖 乔治城 焦治汤 University的医院 我们就先看加根奖的吧 那医院嘛 一个月我们就看完这三个医生 我们才决定 谁做手术 美国人对人这个生命是真负责任 你看这么多医生 都安排好了 那我们就先到江浩森 一到那儿 没想到我们这个医生信心特别大 一看说 作纳归案 你是逃犯 他说我太太逃犯 你这在外面能给别人带来危险的 你随时可以癫痫的 你开车就会撞别人的 你随时一癫痫 可能就没人救你 你就憋死了 不能出院 你必须24小时健康 就不让我们走了 我们就跟他吵了 要看那个医生 他说不行 我没见过这么大的人 我要给他手术 你说做实验的 你什么你没见过 他说你手术成功率多少 他说半分之半 基本都成功 但是打开啊 能不能关上不到 他说天地掉的医院 他说能不能关上伤器 说的算 就是我说的算 打开是什么东西 不知道的 谁知道 哎呀 你说你这个心脏受得了吗 还有我心脏 那天晚上 讨厌医院里面 我就看着他 他就看着我 你看我看 就说了很多无聊的问题 我就问他 我死了怎么办 怎么会死呢 那么年轻 我残疾怎么办 我不认识你怎么办 我不认识我认识你 没关系 你会认识我的 我啥都忘了怎么办 我不会了 我得罪你那么多事 你能忘了吗 你忘不了 即可好 没事 我死了一会儿再找一个 不找 找什么一个都烦死了 找一个 这对话很有意思 你想一想 这人到这个时候 有这个对话 然后医生 法律律师就来了 立遗嘱 守护钱 必须做的 立遗嘱 立完了 什么都弄完了 可以守护之前 那天晚上睡着觉 我看他 他看我 哎呀我就想 一个人可以经历那么多的苦难 我太太经历很多很多的苦难 以后我给你们讲 散伙我 不是我 三十一岁 丈夫死亡 博士 刚做宗神教授 个人奋斗 来到美国 在大学里当教授 两人在一个大学当教授 凌晨三点钟睡觉 那个最爱的人死了 心脏病 就一声声音就死了 一句话都没留下 这是我相信摩西的诗说 人的生命就像一声叹息 然后呢 好不容易找到了我 不是好不容易找 好不容易我找到他 好不容易 刚过几年好日 闹不溜 孩子还小呢 还没上大学 如果他死了 我怎么办这两孩子 我怎么去宣教 怎么去孤道 怎么去建立教会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天晚上 我说你睡觉吧 明天要手术 需要体力 他说睡不着 我说你祷告 我说你祷告 我祷告也睡不着 你唱歌 你唱歌 我给他唱歌 我说十篇一百二十一篇 我要向高山去过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我的帮助从创造天秘的一盒花而来 我记住师哥那天给我吉他 我们需要帮助啊 弟兄姊妹 我们都可能会孤独 我们都可能占领不住 我们都可能跌交的 我们都可能软弱的 我们都需要帮助 可是我们的帮助从哪里来 这个世界能给我们提供什么帮助 这个世界没有信上帝的人 给我们提供什么帮助 我们的帮助真的从神而来 从创造天秘的一盒花而来 从神的儿女而来 你知道弟兄姊妹那天晚上来守 四十多个弟兄姊妹他们请假 来到原来陪众 渡过的 最难忘了 最难受的一个晚上 我在屋里掺和他们这边听到了 很多地方都流了也是 故事 心里很害怕 你听他掺和 不一样 我要向高山聚目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我的帮助从早点的一盒花而来 我需要网图 你也一样 当你人生孤独行走的时候 当你的关系破碎的时候 你需要网图 第二天 早上医生来了 麻醉师来了 手术的医生 护士来了 牧师也来了 来个神父 他们天比较宁愿 神父 被允许用五分钟跟我妻子谈话 还是同样的问题 你要不要信耶稣啊 我就用五分钟问他 没那么多时间 我可以给你解释 什么是福音的真理 但是你要不要相信 就要你认罪悔 信靠耶稣 你就得救了 我太太他人对他说 我是基督徒 我信主好多年了 他说你丈夫呢 他说在那儿呢 他也是基督徒 他说他做什么工作 我太太看了神父笑了 你们俩同行 他还是幽默那时候 知道吗 啊这个了不起啊 这个见面了不起 神父论的太好了 来你过来 你过来 我们前几手的给你棋子打 刚才神感动我一段话 诗篇一万二十一篇 你要向山举路 你的帮助从创造举的烟花来 哇我昨天晚上 这种诗歌一直在我脑海中想 早上神父告诉我 你要向山举路 同样一段经文 放在两个牧者的脑海里面 我眼泪一下就流出来 我使得我的神 会医治我的妻子 Amen Aleluia 守住十几个小时 教会的第五层 在外面一直陪着我祷告 四十多个第五层 都上来 祷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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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都吓死你 那个一会儿 一个小时医生注意不好意思 告诉你 哎呀不好意思 刚才切断了一个血果 我说动脉静脉 我说静脉静脉 哎呀动脉不就死定了吗 我说那缝着没有缝着 缝着什么 原来还结实 你可能吗 你知道吗 这个 所以那心脏 一会儿上一会儿下 一会儿下 经历了十个小时都能够 人出来了 完全不认识 我不认识他的 头都是肿 因为头要锯开 骨头要锯开 骨头要锯开 盖要周开 要把那个瘤一块块的打掉 头到哪个神经就到了 感谢主那个医师真的有圣灵的引导 那个手术道 手术的很干净 百分之九十五被切掉 很多脑袋都不能切那么多 它滞留百分之五 然后 九个螺丝钉 嘎嘎嘎嘎固定了 想来万一长大了 那个比如再长手术 再把螺丝钉一点开 就结束了 这人多脆弱 这人 有什么良不及 人有什么良不及 几个螺丝钉就把脑袋固定了 好了 住了一个礼拜 就回家 就开始做健闹 那段时间 我经历到一个人的卵肉 我开始陪着他 每一天陪着他 把小皮球扔给他 他扔不住 我再扔给他 不断的就像 训练一个小朋友一样 他一走路 就要倒 我就得顶他一下 把他顶住 三个月过去 他恢复 他来到教会 他讲了一段见证 我给他十分钟 在我讲道之前 他讲了三点 第一点 有主真好 如果没有神 我们哪来的信心 我们哪来 胜过苦难的信心呢 有主真好 Amen 阿里路亚 你知道 当他生命的时候 第五四妹 那个祷告 给我们的支撑 当他从医院里出来的时候 第五四妹 开始给我们送饭 一送就是一家人吃的 牧师也很忙 不要牧师做饭 除了给师母做 也给牧师做 我一送就一大桌 每一天一排排一年 教会都丢了 教会好几百个丁子没 每一家送一天 啊 教会这一年 都不用做饭了 你知道 旁边那个酒酒大花 超市的乌鸡都没有 教会丁子没买光了 一出 出来乌鸡就没了 一出的都是 风鸣花教会人买的 全买光了 他喝鸡汤我吃鸡肉 三个月以后黑很多 说呢 那要你生意的 可心 我们家的整个病房 一打开全日鸡 我就告诉他 不要再送了 爱的浓浓的都太多了 受不了 这个教育症 就丁子没给我们送的鸡花 我们在医院里说 我们那个病房 根本摆不下全日鸡花 医生或者搞不清楚 这个女人做什么工作 这么多人看中国人外国人 他有博物议员来看他 这么多人我来看 不知道他干嘛的 全日鸡花 那医生或者的桌子 都摆着我们家鸡花 对不对 我们家放不下去 要给他们摆过他们桌子去 就是个师母 平时 为我们为弟子 被打包的手啊 辅导婚姻 帮助舞蹈音 教诸日学 偶尔文外出的讲解道 就是一个师母 可以得到如此的足够 有教会真好 如果没有教会 我们多孤单的 你知道中国有著名的作家 女作家 叫张爱玲 死的时候 都没有人知道 今天教会 你刚一头头脑着 牧师电话就打过来 你还烦的你知道吗 小组长电话就打过来了 就关心你 爱得浓浓的 张爱玲死的时候 她没有亲人 没有儿女 她知道 没人知道她死 她为了死有尊严 她把她的护照挂在脖子上 然后就趴在了她的门缝 因为那时候没有冷气啊 趴在那个门缝 那个门缝有空气进来 使得尸体免于发愁 可是还是愁 最后被李明闻到的 臭味再打开 警察了 一个中国的名作家 死了都没人羞尸 不认识主 如果她有教会 在风楼华雅教会 那我不是早就关心他去了 Amen Hallelujah 第三点 第一点是什么 你们怎么说 有主真好 第二个 教会真好 第三个她说了一句话 有老公真好 没有说的很惭愧 老公不是什么好老婆 一到过年过节我就外出不到 就把她孩子扔到家了对 可是有就比有没有好 就是怎么样 你老公不太好千万别放弃 千万别把她推出去 就这个破老公就比没有好 因为她一倒在这里 就顶一下就顶住了 你知道吗 是不是 你们 老公有毛病的 有时候会发脾气的 有时候说话不好听的 可是在你难的时候 就这个人撑着你啊 给你祷告 给你唱歌 给你读圣经 嗯 然后弄小皮球 对不对 给你做饭 给你熬西饭 喂你 给你喂药 记住弟兄姊妹 你身边那个人 是上帝给你的礼物 他是不完美 就像你不完美一样 但是感谢主的是上帝给的 Hallelujah 这就是教会 这就是神儿女的家 这就是更美的家乡 在没有去监党之前 就是最美的家乡 你们 进入到教会 建造你的生命 建造你与神的关系 也建造你与弟兄姊妹的关系 我们前世敬拜祷 来给你唱歌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认识主耶稣基督 我们一起来说 有主真好 你们 对你爬上去 有主真好 有教会真好 有妻子真好 有丈夫真好 有儿女真好 父母还活 父母还活着真好 哈利路亚 我们都经历上帝的恩典的人 我们都是经过苦难 走到今天的人 我们相信我们的神爱我们 不管是在黑夜里 在高山低谷 我们的神都必然引导我们 靠着祂的恩典 得胜 哈利路亚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老人师徒耶稣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那心靠祖耶稣 就在高山深谷 他会派我梦醒 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我们的心靠祖耶稣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我们的心靠祝福 就是那人师徒耶稣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那心靠祝耶稣 就是那心靠祝耶稣 祝耶稣 今天我要领受这最美的祝福 我愿意 你去受为你祷告 感谢主耶稣 还有没有 感谢主耶稣 还有没有 当你去受那一个圣灵 就充满你 神的祝福就领导你 还有哪一位去受 感谢主耶稣 还有没有 感谢主耶稣 哈利路亚 感谢主 神靠祂 祝耶稣 祝耶稣 感谢主耶稣